台北市丹安区在昨天晚间发生了一起私人停车场栅栏压死人的意外 这个栅栏运作方式相当罕见 就是像护城河门一样 有两旁绳索拉起铁片才可以通往地下停车场 这一次疑似是绳索锻炼酿货 但事发停车场是死者家自己改建拿来停车用的 上个礼拜才找人维修 没想到现在出了意外 建管处机查确定这是既存违建 基于公共安全的考量将会勒令停用 制止不听的话会强制拆除 民宅外拉起封锁线 地上铁栅栏更有明显突起 河南想象这里底下竟然是停车场 而这个铁卷门设计相当罕见 就像护城河门一样 没想到会意外故障压死住户 一刚地下室就斜下去 很少看到有人上面在停车 6号晚间6点多 就在台北市大安区的泰顺街内 住户停好车 准备去自己家盖的地下停车场拿东西 当时栅栏门被两旁绳索缓缓拉伸 住户走下斜坡时绳索疑似断裂 整片钢板栅栏重重坠落 直接砸中45岁的彭信男子 送医后伤重不治 邻居透露这停车场死者家已经使用超过20年 但最近才刚刚维修更新马达设备 却还是发生意外 寄存违建的停车场栅栏夺命 是人为操作不当还是机械故障 警方已经约谈了施工业者 正在调阅相关画面和工程记录 厘清事故原因 借张涛阳文豪台北采访报道